哈嘍大家好我是大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电脑能和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H FB Twitch bbb 里还有discord 好在今天天气节 有成在您的 微信官方有公告这个讯息 因为今天刚好是一中年的直播了 那这次有公告高皇军 然后 获庸的技能的部分 还有那个白手九阴 那今天的部分微信这边还没有公告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有公告部分 那中年福利是 连续五天 然后 免费十年 诶是每一天都有十年是不是 限时一文高额次数增加 然后九路塔挑战次数增加 上合制行外上活的任务 这样子 那 他说对我未接达到十几 就可以免费领取 冰尼的新石窗 然后连续五天每天一次免费十年 OK 是每天一次没错 这边有写 然后再来是 行外伤魂 跟 一文高额次数增加 九路塔次数挑战等等 从上月16号开始 好再来是英零的部分 那 高皇军的部分有重新绘制 那天旋门的三四妹 再 一个是九阴 那 不是之前猜的五项 那 九阴的样子 也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所以就是 这都改 不过就白手好帅 然后在这 霍庸 霍庸的 目前我看到的那个技能好像是说 诶 会 在 放了一个法术之后可以更换不同的属性的样子 好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好像有一个是 范围记的AOE的 进寥 是不是 好像是这个 然后再来是高皇军的全新的时装 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什么 佳琪如梦 九阴的新装 OK 九阴的新装 好 再来就是 货用的全新的时装 这个就是结婚套装吗 对不对 跟我之前猜的一样 比你是婚三吗 所以 会用的一定是这个 结婚套装 然后 比你这个时装是送的 送的 他说 只要游戏内 达到十级玩家在活动页面 即可免费 直接 直接免费 在3月16号时候 你只要等级10等 就直接拿了 我觉得蛮好的 好再来第3档是剧情片好 然后剧情片的部分是 1.0篇的大结局 终于 就是阿良的无线轮回终于要结束了吗 还是再重新轮回一次呢 那么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那 这边有讲好全线主线剧情开放 1.0篇的大结局终于要来了 十轮运转阿良疫情的又将会在 十轮的影响下 踏上怎样的旅程呢 时间来到宣和6年 又有怎样的天地大劫 谁等的阿良呢 好啦希望赶快剧情 主线剧情赶快开啦 等很久了 再来就是工会玩法 是工会对 工会 救育烽火 那这个是说 会开放PVE和PVP结合的工会长玩法 OK那等到时候再说吧 另外一个就是会复刻 仙剑跟宣言剑 会复刻 好像是几月啊 4月跟6月 仙剑是4月 然后 宣言剑是6月 好 那如果没有抽到的朋友们可以去抽 好 对就是 这种未来篇 冰璃幻莫生 1比8手 半字 噢噢噢噢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要出公仔 好 不知道多少钱 啊 目前就是这个 主要今天直播主要介绍的内容 内容的部分 但详细的内容 就是高黄军的技能 慰勇的技能 九英白手的技能 那是 呃内容是什么 到时候再 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看起来九英跟白手 是绑在一起的吗 感觉是 感觉是 好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 到这边了 希望您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 对面按钮 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们的 iHFB Twitch Btb 还有几次过 感谢各位 今天的收看 拜拜